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哪裡是在 詹秀榮老師藝術的籌備處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非常驚豔 為什麼跟一般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我們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初為什麼會設計這麼經典的作品 因為我覺得是天上最美的是星星 人間最美的是溫情 所以這個一個保溫杯 也是杯子 那個特別是為把台灣保島製作成一個杯子 就是2008年是在海基會 要送給海協會的作品上面 特別要贈送給陳明年會長的 而且這台灣只有限量300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綠色的台灣保島 美麗的福爾國莎 他的作品是我們老師的兒子 非常有那種行銷創意 他能夠在待會兒我們熱水加進去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他跟一般的東西不一樣 會呈現一個我們很驚豔的作品 我們請老師幫我們現在表演給網友看 好 這裡面的有幾千字會慢慢的浮現 可以到這裡有幾千字喔 是 它會慢慢的浮現 現在大家開始看喔 哇台灣保島出來了 我們記得要讓停一點看到沒有 後面有放大鏡 後面有放大鏡 裡面有幾千個佛機 全部有都是我們詹秀榮老師 有有住出來 這邊有個放大鏡 這邊有個放大鏡 有有有看到 是 所以呢 因為我兒子啊 他在美國學藝術嘛 回來就是想要貢獻社會 所以他們完全呢 來來設計這個是要來送給陳雲林 是 從江秉昆之前來送給陳雲林一行 是紀念品 而且我們發現喔 這個除了說在這個茶杯上面的創作 大師的那個女兒美美也是非常有秀 他也設計一幅畫叫公在兩岸 對 還有在這個部分 都是為了紀念這次活動 就是希望說台灣能夠說 在任何地方都跟世界搭起橋樑 然後成就成就每一個人民 然後大家都非常的和諧 就是希望大家的海岸 不管是在哪裡 大家的關係都能夠說 就像老師的話一樣 所有的都是善或者說是意或者美 然後全部都是按照大家的心態 就是我們現在看上面 就是和諧協商共創商品 是大家看一下 這是2008年的 是這是2008年的事情 到現在還是非常的 讓大家很有心念氣 而且這只有300支 我覺得這麼好的作品 老師應該繼續把它發揚光大 而且說代表我們台灣 到每一個世界各地 然後都是由我們詹老師這部 代表台灣的作品 然後跟大家分享 最難得的就是裡面的佛經 要呈現不容易 稍微不容易 是 然後接下來我們是在那個公在兩岸 公在兩岸就是我女兒美美 張美美她 是